山东南兰对上浙江南兰一般取胜的概率非常的低 本场比赛又验证了这一步成文的规律 主要还是实力是存在差距 而两队的打法也是相克 浙江南兰的快是山东南兰非常不适应的 一旦陷入到浙江南兰的节奏 山东南兰就没有取胜的可能 而本场比赛浙江南兰的内线外线 真的是给山东南兰的引人生动的上了一刻 吉伦沃特的出场就是定时炸弹 而虚场所的临场指挥和关键时刻的不作为 让山东南兰失去了创造奇迹的机会 而本场比赛最后阶段的判法 也是引起了热议 最后裁判竟然成为比赛的主角 本场比赛开赛前 可能广大的球迷已经猜到了比赛的结果 因为从实力上来说 山东南兰确实不如浙江南兰 毕竟浙江南兰现在是前三的球队 而山东南兰现在排名在第十位 而且在比赛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失误 各种投篮不尽 已经严重消磨着广大球迷对于山东南兰的希望 其实两队比赛开始后 进入状态都非常的快 而浙江南兰还是坚持打快的战术 坚决打进攻转换 山东南兰在哈德森的带领下也紧咬比分 而第二节浙江南兰的突然断电 给了山东南兰追分并反超比分的机会 而在哈德森陶汉林的带领下 山东南兰打出了一波小高潮 而第三节徐场所换上王辱恒和吉伦沃特 成为了本场比赛的转折点 王辱恒和吉伦沃特的状态非常的不好 本来徐场所是想让王辱恒再稳住场上的局面 但是王辱恒连续出现三次失误 让浙江队打反击 而吉伦沃特上场的打球比较急躁 而且打球也是非常适的毒 有传球的机会也选择单干 但是投篮不进白白的浪费了得分的机会 而两人在场上表现不佳 连续让浙江南兰得分的情况下 徐场所在场边竟然没有发出任何的反应 没有及时的换下吉伦沃特和王辱恒 真的看出徐场所对于场上的形势判断不足 而且应变能力太差 一场比赛不仅看的是球员在场上的表现 更看重的是在球队出现问题的时候 主教练是如何对球队进行调整 改变场上局面的能力 而从这方面来说 显然徐场所在这方面的能力还是非常差的 本赛季山东南兰的球员配置并不差 而现在球队的实力与球队的战绩 严重的不匹配 现在徐场所作为山东南兰的主教练 已经打了多少比赛了 但是依然在执教能力方面没有明显的提高 这就需要他好好地思考一下了 本场比赛对抗程度非常的激烈 但是比赛最后裁判的几次判罚 引起了球迷的热议 成为了场上的主角 比赛最后只要是山东南兰的球员 碰到浙江南兰的球员 主裁判都判罚山东南兰犯规 给了浙江南兰多次罚篮的机会 而最后把陶汉林罚出场 这一间接扑灭了山东南兰追分的希望 其实本场比赛的主裁判 从一比赛一开始 就一有点而偏袒浙江队 现在我们急需公平的竞赛环境 共同提高我们的比赛质量